我突然有个想法 到底是谁规定 新手的第一只恐龙 必须是富洁龙或者翼龙呢 看看那只棕熊 威风霸气 到时候我能够把它修复下来 但我接下来的鹿鹿要凭它很多 不过它虽然没有想攻击我的倾向 但是我也不应该贸然出击 看看我身上的肉 23个 应该够有 不够的话到时候再找狗生恩宝收集一点 可以可以 现在它背对着我 这样我用流星水把它固定住 然后用我杀暴大的拳头把它敲晕 稳妥 让我杀暴大的拳头 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这一巴掌直接送我上天可还行 看着憨态可惧 没想到我这么猛 热不起 热不起 我还是乖乖地抓富洁龙吧 毕竟这种人畜无害的狂龙 才是萌兴应该驯服的狂龙 大哥现在还在哪儿 我们要小心点绕过去 只希望大哥记性不好 就不是我们刚刚惹过他 别忘了把东西拿回来 毕竟这些都是我珍贵的财富 接着就是驯服富洁龙了 毕竟唯有富洁龙和翼龙 不会辜负萌兴 不过说来也奇怪 这个富洁龙身上的花纹 跟之前见过的都不太一样 哦 难不成是因为受到了地下的辐射 变成这个样子的 不过如果受到辐射 可以改变花纹 不知道能不能增强能力啊 狗盛 你先在这儿开一会儿吧 我去喝一口水就来 好嘞 你放心去吧 有我在保证谁都不敢靠近这里 哎呀 这是要干啥 有我在保证谁都不敢靠近这里 为啥 我不知道 还是小心为妙吧 如果他要对富洁龙动手 那我就要准备跟他拼命了 嗯 走 走了 那样子他不是想攻击富洁龙啊 那他打我干嘛 可能只是单纯看你不顺眼吧 哎 我太难了